春天對於日本人而言 除了是響音的季節之外 也是畢業以及展開新旅程的季節 許多畢業生在家長的陪同下 出席畢業典禮 但在這個人口移動頻繁的時間點 再加上防疫措施才剛解除 日本疫情又有回溫的跡象 30號全國單日新增超過五萬三千例 比上週三暴增超過一萬兩千例 東京也新增9520人確診 是上週三的1.5倍 也是連續四天超過上週同一天的確診人數 專家分析應該是民眾認為高峰期已過 防疫措施變得鬆懈 確診人數才飆升 專家也發現 過去一星期確診族群已二十多歲的年輕人為主 認為這可能是第七波疫情擴大的前兆 除此之外 BA.2的傳播速度也讓日本政府感到擔憂 東京都知事小吃百合子表示 會加速第三季的施打速度 並準備施打第四季的應對措施 治癒防疫措施鬆綁的南韓 則是出現報復性出油潮 南韓在二十一號送綁入境規定 只要完整接種過兩劑疫苗就不需隔離 許多民眾決定出國進行報復性旅遊 但是南韓疫情依然相當嚴峻 三十號新增四十二萬四千六百四十一人確診 四百三十二人死亡 死亡人數是有史以來的第二高 南韓政府是否會在四月一號調整 即將在三號到期的現有防疫措施 也備受關注 謝謝廖萬宇綜合報導 今天要推薦給大家使用我們這一台 旺旺水神微酸性電解次氯酸水的生成機 好這一台其實非常適合不論你是日常家庭使用 又或者是你家裡頭是開門做生意的 有很多防疫需求的話都非常的適合 非常棒 muchos 請問